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我是Emily 今天又是一期新的周末花园日常 首先我要给大家来开箱一个 我之前在网上购买的七星瓢虫的幼虫 我一共买了50只 刚才我已经放生了有几十只 然后这里还剩一些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见 就是这个虫子它在这个盒子里面 它是用一个这种小盒子 然后装了一些给它们吃的这个菜 然后寄过来的 一盒里面呢 大概有两到三只七星瓢虫的幼虫 刚才我放生的那几只呢 我现在有看到 它们有的已经进入了进食的状态 找到了我这个树枝上面的一些牙虫 就开始吃了 给大家来更新一下这个球根千层饼的一个情况 因为我之前是预测这个球根千层饼能够从三月开到四五月份这样子 但是现在看来呢 这个郁金箱都已经开过了 然后基本上这个里面的球根就都已经开过了 那么也就是说它大概也就只能再开个一两周 差不多这个球根就结束了 然后这里我想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这个怎么样对它进行这个维护 那这个球根千层饼里面能够保留下来的球根 应该就只有这个羊水仙 因为它们复花相对容易 然后像这个是黑鹰熊的这个郁金箱 应该是不会再保留它的球根了 也就是说明年到了九十月份或者十一月份的时候 会重新购入球根进行栽种 那么如果想要这个羊水仙复花比较方便的话呢 现在就要做一步处理 就是把它们这些开发了的这个种颊 把它把它拧下来 就像这个样子 那下面这些没有种颊的这个绿的部分呢 就不要管它 因为这个营养是可以回流的 之所以这么做呢 是因为它这个上面其实是在发育种颊的 这一步是会耗费它的营养 所以要把这个种颊把它去掉 那么这个球根千层柄到了五六月份的时候 它的上半部分会基本枯萎掉 然后营养会回流到球根 那么那个时候我再来给大家演示就是怎么样把那个球取出来 然后呢我们来放生这个瓢虫的幼虫 其实我之前已经放生了一些 也就你看它在这个地方休息中 有的瓢虫呢就很快的进入了状态 就开始捕食了 然后有的瓢虫可能还在适应这个外部的环境 这个放生的过程也很简单 就是你如果说这一颗月季比较大 然后你可以上面多放那么两三只 就把这个里面的叶子一起倒出来 哇就可以了 然后它就已经爬到了这个树叶的上面 像这个里面还可以再来一颗 就检查一下里面没有了 那么它就已经都出来了 这一批虫子我还比较满意 因为虫魂率挺高的 也不知道是不是就是这个季节是比较合适的吧 这个是之前种的草莓 然后我们也在上面放一盒 像这种比较低矮的就无所谓 即使是吊在土里面 它应该也是可以爬回去的 这个铁线帘上也是有牙虫的 然后这两个铁线帘感觉要交汇了 所以它们肯定是后期都会感染这个牙虫 那么这个呢就把它放到稍微高一点的地方 哇 掉下去 就像这个样子 它就爬上去了 它爬上去之后 基本上就不用再管它了 快虫的位置 然后决定哪一个地方多放一些 重点防治 大家应该能看见吗 这个枝条上面其实有很多牙虫 然后这个幼虫就趴在这里进食 今天看就是这些树莓 它们都已经打花苞了 然后应该要不了多久 就会有树莓可以吃 那么在这个时候 就是对它进行这个害虫的防治 还是很有必要的 其实这个树莓除了要注意这个牙虫啊 红蜘蛛这些 可能它还会长一些那种毛毛虫 那么那个时候我再来给大家介绍 就是怎么样用一个生物的办法 去处理这些个小青虫子 因为这一次的这个 瓢虫幼虫它处理的主要是牙虫 还有红蜘蛛之类的这种小虫子 它们是敌对不了那种 大青虫或者是蝴蝶的幼虫之类的 那么最后一盒就放在这一颗蓝莓上好了 保证就是多数的虫子还是就安全着陆这样子 然后我们把这个瓢虫的这个铝管给它放一下 我之前想的就是把它放在这个花盆中间这里 感觉那个里面是比较阴壁的 就是适合虫子去藏身 或者说它们还能再吸引过来其他的异虫 好 那么这个就是今天的第一件日常 接下来呢 我们来组盆 因为之前这个地方种的是紫椒花 老鹤草和这个矮生马鞭草 我是有几个花盆是空的 所以现在再给它们再来多种一点 这个紫椒花我又入了三棵 主要也是用来防虫的 因为是有这个韭菜的味道 然后另外这两种呢 我觉得是它们首先都是紫色的花 然后也比较皮实耐热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一块主要就是种这三种植物 首先来种这个紫椒花 因为这个盆里面还有一些去年剩下来的一些戒指 这个地方就先用这个戒指种 它这个紫椒花用的就是这种防一巴体种 但是没有关系 这两棵尽量就是中间隔到距离开一点 因为你像去年那个盆栽就是到了今年的话 它中间就会长出一些其他的球根 浇好了水之后就放在那一排的位置就可以了 这个紫椒花基本上是不用怎么管的 比较耐热 应该说是非常耐热 因为这个花园能够种在外面的植物 夏天都是全日照 然后是四十多度的高温 然后我们再来种这个马鞭草 这个品种是矮生的马鞭草桑托斯 用这个盆栽要注意就是它背面这有个洞 要把这个塞子打开 不然的话它这个是不往下漏水的 别忘了 好 点滑 太棒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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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好了之后呢 都要浇透水 不然的话它这个 不容易就是浮盆 浇透水之后放在外面 由于现在也不是说特别热 所以它们还有一个 比较好的缓冲的时间 然后再来种一盆老荷草 这个也是一样的种法 就是先放一点土 因为这个盆子很小了 所以不用放很多 其实这样看 这个老荷草也是有一些 这个肉质根 可能因为它们这种根系 比较储存水分和养分吧 所以说在这个夏天 这么炎热的环境下 还能够存活 然后这三盆盆栽就种好了 这个马鞭草 它的开花心也是很好的 在最热的夏天 它还是在持续的开花 但是这个老荷草呢 就如果很热的话 它就会进入半休眠的状态 就不会继续开花 但是天气凉下来的话 它们会继续生长 所以在放的时候 也要稍微考虑一下 可以把这一盆移过去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一盆是马鞭草 然后这一盆是马鞭草 然后中间是间隔的 这个老荷草 这样它们比较分散 到了最热的时候 这边和这边都还会有花开 那么这个是放在这里 这个其实它的花还有叶 也是有这种观赏性的 虽然说主要是用来散发 这个韭菜的味道 但是这个开花也是挺好看的 然后这一盆放在这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见 就是之前春天的时候 我捕着剥了一些这个草的种子 然后现在这些草坪 都已经开始发芽了 现在的这种草是叫黑麦草 它们是在冬天天气凉爽的时候 会长出来 那么等一旦天气热了之后 这个草就会休眠 就是整个的会没有枯掉了 然后我播种的是狗牙根 然后它们是夏季 就是暖季型的草坪 也就是它们会在最热的时候 生长得还很OK 所以这样就能保证 一年四季这个草坪都有一定的这个绿色 去年秋天的时候 我忘记补播种这个黑麦草了 所以这个黑麦草就长得不是特别的满 所以在今年秋天的时候 我会记得补播种一些这个黑麦草 然后它冬天这个草坪的效果就会更好一点 今天就会讲 that